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有时间去煮它叫做炖 对 因为大部分像在国外很多他们煮汤 像我们都是比如说是排骨汤 什么丸腊汤 紫菜汤 他们好像很多都是用很多的蔬菜或什么下去 然后炖很久 对 所以炖就是这种意思 炖除了用锅子以外你可以用烤箱 用烤箱 用烤箱去炖 对 用烤箱炖 对啊 好 那就来看看怎么做 因为馒头的问号 用烤箱怎么炖蛋 烤箱就可以炖了 对啊 为什么烤箱可以炖蛋呢 那这个烘蛋算是一种 也是一种烘蛋的一种 这个根本就是清冰箱的料理 反正你家里面有什么菜 你想要把它清一清 那这个会不会跟那种 就是我知道好像有一种叫做西班牙 不一样 西班牙烘蛋 对 不一样 不一样 西班牙烘蛋是会把蛋打散 对 打散 这个是没有 就是感觉是厚厚 根本就是煎蛋 我们的葱蛋 如果蘑菇的蛋 都比较好吃 对啊 他妈那个我就不喜欢 没有 没有 我这没那么困难 没那么困难 又更简单 更简单 真的吗 对 所以如果你当你想不出来 你那些蛋到底要怎么去做变化 那其实就可以来做一下这个 北非结瓜起司炖蛋 对 老师你现在在切番茄 对 我把这个番茄 所以番茄不用先去皮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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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还要去皮 就会很累了 对啊 对 我每次想到要去皮就麻烦 然后去皮之后起来 其实又不好切 对 好 就这样子 随便切一切 随便切 好 这时候 对 开火 好 来 帮我淋一点油 所以老师说 这个是比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西班牙烘蛋更简单 对 好 就这样 然后呢 冷锅 你就可以先把这个番茄 丢进来 所以老师你等一下意思是说 你清冰箱的这些东西 就是随便切一切都直接入锅 对 你也不用再去弄盘子 对 不用备料 不用 都不用 可是如果你是有番茄的 对 你最好是番茄先下锅 因为切红素 对 先把切红素给炒出来 而且我觉得番茄炒过之后 坦白讲真的比较香 真的 对 而且比较不会有那个沁鱼 对 对 所以老师你说用冷锅 对 冷锅 就这样子慢慢让它变 不过我觉得也是 现在讲地中海料理 对 它们大部分都是冷锅冷油 对 就是让它油温都不要这么高 对 而且这样比较健 好像比较健康 不会喷 对 如果你现在是热锅 番茄的水下去 最主要是不会喷 对 有时候喷的整个厨房 油腻腻也就很难过 不是 还有喷到手 你看 对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我现在对于那种 会喷的我都会稍微退个几步 所以刚刚看到老师用冷锅冷油下去 就心里面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对 所以现在是切 是蘑菇 蘑菇 对 像这个 反正冰箱有哪些菜 对 你就把它拿出来做 是这样子 有什么都可以 所以老师讲了 所以它叫做清冰箱的料理 对 冰箱剩什么 通通可以放进去 反正你炒 在里面理论上它叫炖蛋 所以它里面 你等一下进去的这些东西 应该都是有点糊状 会不会 因为炖了 对 会吗 会喔 辣椒也要下去 对啊 像这种辣椒 其实它不会辣 它只是好看而已 是 装饰用 所以要选择这种大的辣椒 对 当然你很爱吃 你要用朝天椒 也OK 可以吗 那味道会不会太强了 有些人就爱吃辣 真的喔 不过也有叫辣味起司 对不对 对 好 然后就可以把它 你看老师都完全不用急 开始上热 对 开始在热锅了 它都光在旁边准备 边切菜 然后就很悠扬 对啊 以前喔 像妈妈在煮菜的时候 都要先备了一大堆的菜 对 然后再赶快大火快炒 对 现在应该要做一点调整 而且这样也比较 不会那么紧张 对啊 慢慢的做 你看这个锅子底下的油 就开始变红色了 对 而且我觉得还是一个安全第一喔 真的喔 这样也比较不会喷得到处都是 对啊 要把这个茄红素炒出来 对 炒出来之后 番茄的味道会比较香 对 所以有的人都常常搞不清楚 番茄到底是菜还是水果 对喔 对吗 而且这个争议很久了 对啊 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上讲了 对 对 就随便你想怎样都可以 对 轻松就好 对 好 像这个 那这几个哪个要先下也很重要 蘑菇先下 对 蘑菇先下 它煮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而且其实像那个辣椒 红黄椒 这些东西是可以生死的 对不对 好 因为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像我们在家里面煮东西 就是什么食材要先下 还有就是调味料什么时候加 我觉得这对我们都是不好 对喔 对喔 可是其实我觉得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真的吗 对啊 我们就怕煮出来跟老师不一样 做菜就是要轻松 所以冷锅冷油下番茄 对 其实懂得这个诀窍就好了 其实其他就还好 其他还好 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下蘑菇 我刚刚还在想说老师会不会是辣椒要先下 所以反而没有 对 好 差不多了 好 来 全部都把它丢进了 太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彩椒跟辣椒通通进去了 对 那这个糊要先炒 糊要先炒 对 糊要先炒 对 这个番茄五 吃的时候 刚这样子吃会觉得很酸 对 会很酸 最好你要先下番茄五 先把它炒过 炒过的番茄五 把酸味先炒掉 对 那它的香味跟甜味就会留在锅子里面 我是觉得那个 我都把它形容成那叫罐头味 罐头味 对 那罐头味如果炒过之后就没了 对 而且它还要跟那些油稍微接触一下 对 那这个番茄五在炒的时候 尽量转小火 转小火 不然它很容易烧焦 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子都没有加什么水 对 然后里面的大概就是刚刚的番茄 跟这些彩椒的水分 对 然后那个菇也会出水 对 所以菇是比较耐炒 所以比较耐炒的要放比较前面下 对 好 你看这个番茄五已经炒散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切碎的番茄灌 这个一样 这个超商都买得到 对 我们就把它加进了 所以这也是水分的来源 对 大概加半罐的量就够了 好 好 接下来这一锅就炒成固 然后我们给它一点点的水 要一点点的水 对 一点点的水 好 水加了 OK 好 水量也不要很多 对 对 因为水量如果太多 它就会吸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是要它整个是像这样子 糊状的 对 糊状的 好 这时候我们简单的调味 给它一点盐巴 拿下一点盐 对 刚刚番茄糊已经有一点点咸了 咸对 不要加太多 然后给它一点胡椒 增加香味 对不对 老师盐很少喔 对 那个一小时里面的可能半时左右 都不到喔 对 不到喔 好 这样好了之后呢 多调味调好对不对 好 主角来了 主角 鸡蛋 炖蛋嘛 对 好 这蛋就这样 不用打散了 不用 来 关火 好 把这个蛋敲在里面 老师实在是好人 关火都会跟我们讲 对 因为有一些人就直接偷偷的关火 老师喔 对 一定要关火 来 老师是不是就要关火了 你要几颗 随你开心 随便 就看家里有几个人 对 就是说 打个四颗也OK 所以蛋就让它在上面了 对 好 打好了之后 来 结瓜 对 对嘛 我们主角是结瓜 起司 对 好 来 结瓜 切片 切个一片一片的 老师你刚刚那个 盐是用这种这么小的汤匙 不到半吃 对啊 对 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呢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食谱上面 可能我们就会写适量 对 像我们有时候就会傻傻的不知道 适量是什么意思 所以一定要跟观众朋友讲清楚 对 好 好 像这样子 好 好 结瓜再摆上去这样一圈一圈 这有点像在敷脸 我觉得 对 不错 对 感觉上是在做面膜的感觉 好 给它一点匈牙利粉 好 红椒粉 不用很多也是这样一点点上一上 更加一点香气 对不对 好 这个是起司片 起司来了 对 这小朋友最喜欢吃的 对 你知道呢 正想讲 只要东西把它上面摆一个上去 然后加热之后 哇 里面你放什么东西 它全部买单 对 对 而且其实我个人也是喜欢煮泡面的时候 加起司啊 对 可是你也是韩剧有在看就对了 韩国那种像部队锅这样 我觉得超好吃的 真的吗 对 我喜欢吃的 因为我没有这样试过 我下次也来 真的超好吃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师 厨师也会吃泡面是吗 泡面是人间美味的 真的吗 对 我们都每次在讲说 那个韩剧 如果没有炸鸡 啤酒 没有泡面 都不知道怎么用心 对 真的 一定要有 对 像这样子 你爱吃多少片 就吃多少片 对 好了之后 就把这个烤箱 就放上来了 盖起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 要多久 开火 你可以直接看那个 看的这个 上面 只要 但其实有些人喜欢吃半熟的 有喜欢吃全熟的 所以这个 只要你的蛋白已经凝固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你就可以挑你喜欢的熟度 所以老师也不跟我们讲 你要几分钟 就是随便你自己 你可以自己做去看 其实不是我不跟你讲 是因为每个人喜欢哭的 我想说你故意不跟人家讲 不是 不是 我这个人不会这样讲 那还有一个 老师你下面火是关掉的 我确定 关掉了 因为其实我们菜是熟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上面要加热 是 让它那个蛋可以熟而已 对 那现在你又在干嘛 你可以准备一点九层塔 这我怎么觉得感觉 又有点像在做披萨的感觉 好像 那些番茄糊 起司 对 然后九层塔 也不错 好 把这个九层塔 稍微切一下 好 要切碎吗 其实你也不用 就这样子切切 其实像我现在是用切的 对不对 对 那其实你用手撕的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好 然后你看这个 慢慢就呈现透明状了 对 就看得到 所以我好喜欢这个烤箱 很棒 对 它是透明的 所以我所有的锅盖 我一定要选择透明的 因为我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对 而且这个也不用入烤箱 对啊 也不用预热 对 直接盖着它就可以烤 不然你要入烤箱 你的容器可能还要特别准备 所以这样等于是我们一个锅子 你看 也不用再准备其他的那个盛盘 就直接这样上去了 对 直接上去 不错 所以你看你去外面野餐露营 对 不不 就把这个带着 锅子带着 然后出去就可以做了 对 那这个菜可以当早餐吃 可以当宵夜吃 早餐 其实这个 如果你烤一些吐司 直接蘸 对 不错 可能全部连锅子都不用洗 对啊 因为吐司会把它全部沾完 尤其是可以不用洗锅最开心 对 对 你看 然后你看我们也不用洗盘子 因为老师备料也不用备 就直接通通通都丢进去 所以老师说这是一道很简单很简单的菜 懒人料理 不要这样讲 是简单 对 对 你看在国外 有人做这个蛋 还会加什么 加肉 加肉啊 对 可是肉 比如说你可以放牛肉 放鸡肉 放猪肉 是最后上去吗 没有 可是你要在前面的时候 最前面的时候 是要先把肉先煎熟 要不然这样子烤 会烤不熟 对 所以会吃到里面有肉 对...有些会出了肉 然后瑞典人 对 他会用绞肉做丸子 对 肉球 对 然后一样放在里面 对 其实那如果是这样讲 老师这一道的调味 像番茄 番茄糊 番茄酱下去 其实你可以加很多 像意大利面也可以 对 对 很棒 对 真聰明 真厉害 对 好 像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就是你要熟度的 要熟不熟的 对 好 然后赶快把这个 九层塔 丢进来 漂亮 真的漂亮 丢进来之后 因为这个九层塔是生的 对 其实这样子是可以吃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稍微 再烤一下 再让它烤一下 把那个九层塔的味道给逼出来 对 就跟那个咸酥鸡下去炸一样 对... 要不然你看它那个蛋是热的 对 结果你的那个九层塔是冷的 吃起来就会怪怪的 是 所以我们就让它... 所以老师要让它整个食材的那个 就是都搭配到 对 一吃下去的时候 然后那个温度不会说让失温还是怎么样 所以温度还是有差 对 像我们只会提醒就是 比如说小孩喝奶的时候 有的小朋友是 喝奶的温度是会很在意 也是会 对... 开水啊 然后口感的那个温度 比如说他就是喜欢37度左右 你给它太烫 给它太冷他都不喜欢 一样的道理喔 那喂母奶怎么办 母奶直接吃啊 它有温度的选择吗 没有啊 直接吃啊 直接吃出来 就是体温的温度嘛 对啊 可是有的小朋友不是 他会觉得 我可能就是要热一点 不会 我跟你讲 母奶还有个好处 讲这样我可能要讲两堂课 对... 母奶还有个好处耶 它口味多变化 像你这边有九层塔 对不对 它妈妈吃进去之后 它的那个滷汁就有九层塔的味道 很棒喔 这是专业喔 是喔 真的 好 像这样子 这个九层塔也不要烤太久 它就会黑掉 所以这样刚刚好 对 这样刚刚好 要吃的时候 你看喔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胡椒粒 哇 感觉那个蛋黄 要很小心的夹 那一戳下去就 整个就破掉了 这个太好了 面包烤一烤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道是我们的 北非结瓜起司炖蛋 上菜囉 好 这个我来挖一个就是有起司 有蛋 有蔬菜的味道 刚刚好 对 其实它很酥 有熟耶 不错耶 这样的熟度可以吗 可以 可以喔 太完美了 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害怕 对 因为如果有时候 它整个流出来的人 会觉得 对 这烫喔 好香喔 很烫喔 很香 彩椒的味道 其实我有点点怕那种 我刚不是一直讲 那个番茄罐头吗 其实我是怕那种 番茄罐头 番茄酱的味道 这个吃起来就没有 对 所以你要给它炒过 对 然后最后 其实我刚刚咬下去的时候 我其实有半个蛋黄 咬下去的时候 其实没有吃到 那个什么蛋的味道 就是大部分是那个蔬菜 尤其是那个彩椒的味道 比较重 那最后呢 其实就是那个 蛋的那个蛋黄的香气 整个就串出来了 感觉还不错耶 就是 你觉得这有个好处耶 有一些人比如说 懒得咬的 然后呢 或者是在那边挑一些什么蔬菜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 说实在 你把它整个炖进去 我看它怎么挑 对 然后呢 老师又把它炒成这样子 就变成是 它就是单纯吃蛋 然后 再来就是里面的所有蔬菜 你也挑不到 然后就整个全部会吃进去 而且它其实整个全部都 融合在一起 说实在 进去里面 嘴巴里面 就跟老师刚刚在讲的 老师很在意的是那个 就是不同 就是 连九生塔的温度 都要跟蛋 对 跟这些菜是要一致的 一致的 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里面所有的蔬菜 我也忘记刚刚加了什么 可是 现在吃进去就是 它其实是一致的 就是它真的就是那个蛋的特色 对 那炖菜就是它的 我觉得是 它的辅助的 配角 配角 可是把它那个蛋呢 就是那个新鲜的感觉 然后那个蛋的那个 因为没有打散 对 你看我切开了 你看它还一半都很完整在那边 而且就是 感觉就是很湿润 然后增加那个蛋的风气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你们家的蛋该怎么料理 学一下王健之老师 这个北非结瓜起司炖蛋 一定是通沙 然后面包烤上来 全部吃得光 对 就沾着面包这样子吃 对 所以观众朋友 动手做做看囉